8042126大公報洪秀署帕納後民調爭取揚器 2015年5月27日《台灣新聞》B-15,大公報信 據中通社報導,台灣立法院副院長洪秀署在中國國民黨 2016總統初選取得第一階段勝出後,26日向黨中央喊話 希望讓他參與有關接下來進行的民意調查事宜 要求儘量延後幾天進行,並且多辦幾場政見說明會 洪秀署自應跟民進黨提名的參選人蔡英文民調差距不會太多 只要給他時間,一定可以往上衝 洪秀署在黨內初選中通過黨員聯署門檻 黨中央將進一步展開民調,若支持到超過30% 才會正式提名他代表國民黨參選 副主席郭隆斌25日表示,黨中央本週會與洪秀署討論民調的時間與方式 下月民調結果出路但洪秀署26日受訪時迫不及待地表示 黨中央尚未與他聯絡,若看照黨內初選時程 6月13日是民調的最後一天,他希望民調時間能盡量押後 最好在6月10日至13日凡理,對他比較有利 至於是否有信心達到民調30%的門檻 洪秀署表示,有媒體民調顯示他的支持到已達28%,他會繼續努力 要衝破難關英不會有太大困難 。